黑色BMW行進入口看頭沒看高速左轉 這時保姆推著嬰兒車走在斑馬線上 BMW車頭右側瞬間撞上 保姆連人帶車猛轉180度 巨大的晃動力道 讓上面兩歲多的男童差點翻出嬰兒車 但沒想到駕駛沒有停下直接逃逸 知道小孩就是被撞了 我們都快急疯了 作為一個母親 我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是真的很 蠻崩潰的 說話在台北內湖路二段 入口沒有耗製 當時保姆推著嬰兒車走在斑馬線 招式車輛竟然沒有禮讓猛力撞開嬰兒車 導致兩歲多的男童頭部挫傷 合併腦震盪 解放後續通知兆逃駕駛道案 不過他態度強硬 打死不認有撞到嬰兒車 我覺得他的態度是非常的囂張的 他就是想要用紅包的方式包給我孩子 其實我聽到這個時候 我還是很氣憤 就是這個太荒謬 他怎麼可以講出這樣的話 招式駕駛一次承認知名科技公司處長 至今為止一句道歉都沒有 讓男童媽媽氣炸堅決要告到底 被告是故意對兒童犯罪 令刑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加重其刑 駕駛除了肇事逃逸 涉及過失傷害罪 檢方更以公共危險罪 提起公訴追究刑責 藥東盛 城管理台北報導 駕駛